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者 那么节目之前,咱们打一个游学广告吧 那么五一节的时候,我会带着大家在上海的两个地方进行游学 一个是徐家会的天主堂,还有徐光启的墓 那么徐光启可以被认为真正的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而这个天主堂和耶稣会的传教士 对于中国的历史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上海虹口的鲁迅公园 那么这个公园里面不但有鲁迅先生的墓地 还有当时韩国义士隐凤吉去刺杀日本军政要员的遗址 那么公园往外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部大楼 那么这一路走过来 可以说三十年代上海的这种风风雨雨 各种血泪苦难,咱们就都清楚了 你看,要是感兴趣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报名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如今,咱们出去吃馆子 看哪家馆子好 都会看着餐厅的评级 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发达 也会专门有那么一批博主从事这种美食探店的行道 其实啊,这下馆子的看口碑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而人类啊,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 最著名的餐厅评级啊 就是法国的米其林指南 说起来,这米其林本来是一个做轮胎生意的 至今啊,它还是全球汽车主要轮胎厂家之一 那么,一个卖轮胎的 怎么就想着做起来美食探店指南呢 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 那米其林公司的名字 来自于创始人兄弟的姓氏 它成立于1889年 从一开始的生意,就是轮胎 这个生意啊,严重依赖于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 而在当时啊,汽车绝对是一个稀罕物件 1900年,巴黎组织万国博览会的时候 整个法国只有3000辆左右的汽车 那么为了随着汽车卖出更多的轮胎 米其林兄弟想出各种办法 让公路旅程看起来很美好 为此啊,贴心的给制作了一个小册子啊 里面是各种各样实用的信息 你就比如说,哪有加油的地方 哪里可以歇个脚,用个餐,甚至借宿 等等等等,算得上是公路旅行 居家必备,百科全书 这个小册子,制作出来之后啊 就给免费发放 相当于给自己轮胎打广告 不仅如此啊,兄弟俩还带着极大的热情 每年给更新 这如此举动,持续了整整20年 直到1920年的一天 兄弟俩其中一人来到修车店 看见自己花费无数心血 做出来的小册子竟然被拿来垫桌脚 心生感叹 这人啊,果然只会珍惜自己付过钱的东西 在那以后啊,小册子就不再免费发放 而是要付七法郎 按照这个金本位换算 大概相当于现在600元人民币左右 尽管需要付钱啊 但是由于这小册子包罗万象 所以当时还是时髦的汽车旅行者而言 还是必需品 在此之后啊,米歇林兄弟继续更新着自己的小册子 他们加入了巴黎的酒店 而且啊,考虑到小册子里餐厅这个影响力越来越辣 干脆就单独做了 于是兄弟俩招募了一支神秘的食客团队 他们也被叫做餐厅侦探 这些人啊,会匿名访问餐馆 根据自己的用餐体验给餐厅评分 那么1926年更新的米歇林指南 开始用星号标记餐厅 那么到了1931年啊 更是独创由三颗星去对不同等级的餐厅进行分类 这米歇林啊,毕竟是坐轮胎起家 这三颗星的评价也跟汽车轮胎息息相关 那么一星餐厅呢,代表着品类出入 吃了不会碳雷 那么二星代表着厨艺高招 你看,开车绕道前往也没问题 那么三星啊,代表着餐厅各方面出类拔萃 哪怕开车专程造访也非常值得 因为米歇林啊,对这些品鉴员的招募有很高的要求 而且给餐厅的大分也不是固定的 隔一段时间啊,就得重新评审 那么随着新的小册子一起更新 可以说啊,兼具权威性和时效性 这样的三星体系一经推出广受好评 成了法国人找馆子吃饭的必备指南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啊,米歇林也不断推出了除了法国之外 其他地方餐厅评价的小册子 那么先是欧洲其他地方 然后是美洲亚洲 如今啊,米歇林平级的餐厅遍布全球 而其评分规则啊,也不只是局限于三颗星 还有以刀叉为标志的这个餐厅舒适程度 当然了,考虑有不少米歇林餐厅,价格不菲啊 那么米歇林公司在1955年又专门推出了 这么毕比登美食评价 这个评价当中,餐厅啊,都是价格不那么贵的 您就比如说啊,在如今的欧洲毕比登餐厅评价的上限 36欧元,新加坡45新币等等等等 那么对于米歇林来说啊 对餐厅评级的米歇林指南 已经成为了比他主业轮胎,还要著名的副业 那么一百多年来啊,能够成为米歇林餐厅品鉴员呢 也都得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涛 并且啊,随着全球餐饮业交融碰撞 那么这些品鉴员还得熟悉各地的丰物食材 并且啊,避免因为自己的偏见做出错误评价 他们一直坚持的原则从创始到今都没有改变 匿名造访,独立客观,精挑戏学,每年更新,标准一致 他们会和普通顾客一样付账买单 但是呢,眼睛却时刻不停地在餐厅里打量 所以啊,现在很多有志于平上或者保持米歇林餐厅的心急的都不敢怠慢每一位客人 生怕他们就是米歇林的汉子 当然了,一名品鉴员给出评价之后 为了保证评价客观公正啊 米歇林还会指派别的品鉴员过来 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才会做出决定 而为了保持自己评价 客观公正 米歇林啊,只能不接受任何广告赞助 那么当时那个七个法郎的售价 正是他能够一直独立自主的最核心原因 在如此高的标准之下 那么米歇林的评价啊 虽然实不是有争议 但相对而言还是靠谱的 对于很多从事高端餐饮的店家 米歇林加一颗星星 或者捡一颗星星 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那么2019年 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一家森林餐厅 主厨状告米歇林 把他们家餐厅啊 评级从三星降为两星 也有什么呢 米歇林调查员把他们的法国菜 当成英国菜评分的 后来呢 这个法国的法庭经过审理啊 认为你这家餐厅烹饪时 你放了英国风味的调味料 这就已经是英国菜了呀 最终餐厅还是败诉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所有的高档餐厅 都有米歇林的评级 因为这米歇林评级 最基本的一项是什么呢 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修餐 要是有一些高档餐厅 直接来熟客 或者只做私房菜 那就会被立刻取消米歇林平行资格 那么日本东京银座 有那么一家寿司餐厅 叫树记乌哲次郎 他在2007年获得米歇林三星的评价 很高了不是 过去啊 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 安倍晋三曾经在这里 设宴款待他 那么本来这家有米其林兴起 但是后来老板只做熟客生意 所以啊 2019年他就被取消了米其林星级 那么当然了 对于绝大多数餐饮业从业者而言 只做熟客生意并不现实 米其林星星还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有时候啊 被贫上星星也会带来厄运 那就是房租大幅度上涨 甚至会到店家无法承受的地步 这不得已只能关门歇业 那么这样的故事啊 叫做米其林死亡之吻 那么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尤为典型 那么2015年底啊 有那么23家香港小吃 但前一个月就获得了米其林推荐 随即就遇到了业主家族 生意无力维持 不得已啊 在店面上贴上 再见字样 宣告结业 米其林的评分啊 就这样维持了100年左右的时光 如今 米其林的小册子 已经成了全球最畅销的指南之一 那么说到底啊 谁会拒绝一个非常权威的美食评分呢 而相比于后来很多电商APP啊 去花钱买水军 这米其林能够一直坚持用自己的原则 做小册子啊 虽然有一争议 那么在如今的社会 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啦 好 欢迎米其林的美食小册子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